王思佳疑似琳甲包上节目的争议 延烧了好几天 为了查明真相 她还把包包送去美国检验 结果终于出炉 13号晚间她就开直播跟大家说清楚 没想到才开播没多久 她就忍不住落泪了 我现在呢 不好意思 有一点点 很害怕被扣帽子 所以呢 直接跟我讲完 就是呢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这一天 可能快剩理期的关系 我情绪比较 比较多一点 不好意思 其实我不想要 带着偏见的源头 去看去听去认定一件事情 所以我想要 很认真的包送 所有的事情 都做一个验证 然后我再来做判断 那 我想要用很理智的状态 来面对这件事情 所以呢 这就是为什么 在一开始 我选择把包包拿去 鉴定这件事情 是因为我真的受到 太多太多质疑的声音 那我也不是一个 专业的鉴定的人员 所以呢 我就把它交给了一个 有证书的鉴定的中心 我也知道 当然送回店家是最保险的 可是因为我觉得你们等不了 然后我也等不了 我手上有够针 但是我觉得拿出来也没有用 那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结果 这个是我们拿去验的包包的结果 我有拿到的这张证书 那这个包包呢 我是Absen的皮 结果证实包包就是真的 之后他也强调自己的人设 从来不需要去假装 也没有自称过是贵妇 我就是一个努力工作的人 而他交朋友 也不是看这个人有没有钱 他没有瞧不起任何人 更没有说看不起穷人这件事 请大家不要乱造谣这种事情 也不要再去打扰他身边的人 有事针对他就好 之后他也第N次哽咽 跟妈妈道歉 不好意思让他担心 最后也说 以后不会再回应这件事了